我想通过这个视频的目的就是要给自己为保护自己免遭不受自策留下一定的证据 那么我想先说的第一个案件就是在18年的2月份被中央电视台两次报道过的陕西玉林凯奇类公司和西安地质勘察院的合作勘察合同纠纷 这个案件发生在2003年 那么当我写判决书的时候我打开工作柜 在被拿出一刑券二刑券的时候要写判决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了这个厚厚一锣子的一刑的判决 这个案件都在 而二刑的一本证券和一本副券竟然不翼而追了 这个案件多么的重大 如果这个案件丢了我可能也就会被开除了 所以当时我当时就懵了 我赶紧的把办公室的边边角角 计较办法全部走了好几遍 根本就没有借到这本两本券的下落 我又赶紧的跑去向陈廷朗报告 陈廷朗到此表现的相当的震惊 说让我回去再好好找找 回来以后我又找了办公室找了这一遍 还是能找到 我想到了 我们院在我们的办公区的每一层都安装了若干的摄像头 而我办公室门口外正好有一个 在我办公室的走廊的镜头还有一个接控 等于有两个接控 于是我赶紧的找到陈廷朗 要求调取接控摄像 查看我丢卷的那几天 到底有没有什么人到我办公室去把卷宗给打走了 那么陈廷朗让我跟保卫处联系好了以后 陈廷朗中午就自己一个人去调取了接控录像 那么我就焦急的等待在陈廷朗办公室门口 那么下午两点多 陈廷朗调取接控录像回来了以后 我赶紧的问 我说怎么样 有没有什么线索 陈廷朗说 接控录像能够显示出 我那天第三次汇报以后 带着卷宗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一会儿我去把卷宗放到办公室以后 一会儿我去控制手 走出了办公室 进了一个 那么第二天 监控就坏了 我一听 就感觉这个事情非常的蹊跷 怎么可能 监控怎么可能说坏就坏 而且那都是安葬不久的监控 并且我的办公室门口有两个监控 坏了一个也不可能两个都坏了 第二个案件 就是山西省王永安和王健刚 移范财裁财产权言 王永安和王把自己的矿产转让给了王健刚 事后发现铁矿资源相当丰富 就翻回了 要求 把转让出去的 矿产 再转回来 维辞双方就打起了官司 打到了山西包院 那么山西包院就一审做出了判决 认定王永安没理 人家这个门矿就应该给王建康 所以 一审法院就判决王建康胜诉 王永安败诉 那么王永安当然就不服 上次到最包院 这个案件又分到我手里了 那么分到我手里以后 我一审 经过开庭调查 取证就认定 双方的这种矿产转让合同有效 而且王建康也支付了 这种转让的对价 并且也办理了相应的批判手续 所以我们呢 合议一致一届认为 一审判决实施清楚 信用法律正确 没有任何问题 应当维持 那么在我审理这个案件的过程中 我们院的 地监组办公室主任 严长林 两次让我到他的办公室 要求我汇报这个案件 并且暗示我 我院里的一个领导 非常关注这个案件 严长林 明示我 要求我做出对王永安 有利的判决 我当即表示 不可能 并且我告诉严长林 王永安曾经托人 给我巨额行贿 被我当场业费拒绝了 严长林说 我输不多了 不懂心情事故 那么回来以后 两次汇报完了以后 我就按照合议庭的意见 把这个案件给判了 维持了一行判决 也发给了当事人 不久 王永安就给我打电话 威胁我 说你等着吧 早晚有你的好果子吃 而且我这个案子 肯定要在最高院 要给改过来 我当时一听 可能是以为当事人败诉了 发誓一下不满而已 没当回事 没想到2014年6月17日 庭里派国斗江苏树阳县讲课 给江苏三级法院的法官讲课 那么讲课的当晚 我们院的集结组 张建南组长和何立副组长 两个人给江苏高院 当时的院长组书记 面上许权给打电话 告诉他们 因为我犯了严重的罪行 要求对我采取 抓捕行为 许前非一听 不敢怠慢 就亲自坐牵在南京指挥 抓捕行动 就指令 苏谦总联面长 唐晓夫 率及新名法警 把我从树阳宾馆 抓捕到了树阳法院 当天晚上 我们院的基检所的两个同志 就对我连续省讯了 一个晚上 要求我交代 各种各样的 经济问题 我实在是没有任何问题交代 第二天 他们就派发警 把我押回了北京 关押在人民法院的招待所 一楼的一个房间里 让我继续交代 经济问题 给了我一踏子 一次的纸 让我写自己的罪行 那么我实在写不出来 没想到张建兰和树立 又指示了东城区检察院 反叛局 要把我带走 要把我带走 采取行使具有措施 那么 因为我们院领导的这种 协调 最后啊 东城区反参局 就没有带走 这样就由我们院集结组 继续把我关押 继续给我审讯 那么审讯了几天 把我的银行的卡 账和财产全部调出来 没有发现任何的犯罪线索 也没有发现任何的党纪 危机问题 这一桩 关押了几天以后 就把我放了 放了以后 就以我 曾经在2013年 参与过人民法院出版社 搞的几个 培训 为由 说我是在 非法经营 违反党寄托法 从事 盈利活动 以这个为由 给了我 党内警告 行政机会处分 同时把我的讲课费 培训费11万元 全部让我上交 并且还不给我出具 收据 我事后 才知道 为什么纪结组 对我如此的 心很小辣 原因就是在于 我没有按照 我们院领导 以及纪结组 办公室主任 严长领的指示 没有 违心的判 王永安胜诉 所以才遭受了 如此大的 打击报复 后来啊 王永安果然有本事 通过我们院 省监厅的 于松波和贺提 把他的案子 给提起在审了 提起在审以后 他们想改判 把我原来做出的 二审判决 给改判 改判为王永安 那么经过我们院新委会讨论研究 认为 还是我原来判了二审的 正确的 所以呢 又维持了原来的二审判决 但是这个维持的二审判决 到今天快到三年了 当事人都仍然还拿不到 这种维持的判决 这就是我给各位领导 和给各位亲朋好友啊 说的 我审理的这两个案件 这两个案件 背后啊 都有重大的弊义 只不过我是因为 公正的 无私的 连接的 去审理了这两个案件 所以遭受了 如此的 不公的 背语 我要把我这段 经历 通过视频 记录下来 真的有一天 遭受了 不幸 我要就要 通过别人 家人或者他人 把视频向社会公开 这两天我听说讨论春永元了 这个政法委的 春永元还有个叫王清林吧 一个高法法官的事 说这个政法委的某官员 大发雷霆 公安部的官员说 家庭就一装插 我不能说那字了啊 就这么欠打 欠抓 把他们兜子抓起来 谁给他背的料 想他妈干啥 他想代表政府 那要用政法委干什么 然后就喊 就喊 大家呀没看明白 政法委一说要开始立案调查 王清林 今天在座的各位记住我今天说的话 记住王清林over了 最后他是表面上给你判掉是是而非 这个有错高法有错 王清林有错 王清林现在是生不如死 死了你死不了 不让你死 因为你死了会哲戏 反观的大家的公问 就让你活着 还得说党好 还得承认你错了 让你成个活木儿 让你生不了死不了 2016年11月25号 王林清将临时装订的凯奇代案付卷拆散 把全部证券和拆散的部分付卷材料带回家中 实际上我拿回去的目的也是为了阻止别人来办这个案件 目前联合调查组已经将调查中发现的王林清涉嫌非法获取 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犯罪线 移交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将严长林涉嫌违规过问案件违纪违法问题 移交纪检监察机关立案审查调查 例如新涉嫌 未经许可多分合被认认 志向官 ktoś对你 responsibilities 公为规定